好 各位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前進案風波持續延燒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接連幾天都省飲 不過下個禮拜也就是25號 26號即將要審明年度的國防部公開預算 昨天提案收件截止總共收了429案 不過現在再度被爆料了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呢 也針對了前進第二階段的測試預算部分 是凍結了3億元 對此民進黨委員們認為根本就是在擋前進國造 稍早民進黨立委趙天麗有最新說法馬上帶你來聽 來轉移他現在所深陷的這個有司法洩密疑雲的這樣風波 不過事情很快就會到了 下個星期三我們就開始審查預算 民進黨的黨團絕對不會讓這樣子的無理 以及無理頭的這樣一個提案過關 不過我們也真的非常希望有馬文君委員 親自趕快回到立法院來 來好好的跟大家說明 為什麼你要做過去這樣的一個事情 以及已經被質疑之後還要提這樣的案子 那有這樣子的一個立委當我們的同事我們還需要敵人嗎 我可以聽到趙天麗則表示說呢 有這樣的立委還需要敵人嗎 實際上昨天針對於這個提案截止收件之後呢 馬文君委員的部分呢 總共提了一百三十萬 針對於預算刪減動的部分 其實這提案部分佔了四分之一 不過現在國民黨委員就跳出來幫忙緩加 說認為立委職權監督預算是天經地義 就希望民進黨不要在這部分多做文章 以上是在立法院的最新現場